林先生你好 请问美国政府目前针对粮食短缺有什么新政策 至于提供餐点的餐厅又有哪些注意事项 居民附近的餐厅可以增加雇佣人员 还可以带来外卖兼外送的不错的收入了 在这里最后要告诉我们餐饮业的业主一个保险常识 就是许多汽车保险公司早在三月份已经宣布 在疫情期间餐厅的业主或者是员工 必须要使用自己来车子来运送食物delivery的时候 保险公司仍然会提供保障 因为一般来说这是属于商业用途 世人汽车保险是绝对不会提供任何保障的 所以大家也要知道在疫情期过后以后 绝对不要拿自己的车来接送客人或者运送食物了 好的 谢谢林先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